在反對和防止強制器官摘取世界峰會上 專家都表示 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已經持續20多年 中共反人類罪已經成為共識 但是指望聯合國安理會 人權理事會來結束這種暴行 幾乎不現實 因為這些組織成員國 都有各自的利益和主張 而且中共也是這些組織的成員 其中美國的馬格尼茨基法案 可以在全球制裁侵犯人權的官員 凍結他們在美國的資產 禁止他們入境美國 2020年7月 美國已經將侵犯維吾爾族人權的 中共官員和機構 列入馬格尼茨基法案的制裁名單 宋慶法官認為 參與活摘器官的中共官員和機構 也可能列入制裁名單 今年3月 美國、歐盟、加拿大和英國協調合作 一起制裁侵犯維吾爾族人權的中共官員 宋慶法官表示 馬格尼茨基法案是具體國家的法案 一般都能夠迅速和有效執行 另外 中共一向將西方國家對它的人權批評 搞變為所謂干涉國家內政 而馬格尼茨基法案針對犯罪個人 打破了中共的說法 而凍結資產和入境禁令 對中共官員來說 震懾力度更大 更有針對性 據統計 1995年至2008年 超過18,000名中共官員 將資產轉移到海外 總額達1,450萬美元 2014年大約有120萬中共官員 有籍系親屬在海外